用慧命 走入慧命去守護或者是陪伴或者是滋養 人文置業 溫馨座談 何欣金進長分享感人故事 住在美國的83歲張女士 過世後捐出35萬美元遺產給慈激 她的妹妹說 姐姐從台灣去 從來沒有接觸過慈激 唯一接觸的是天天下午 看灣區26台播出的大愛電視 大愛電視台製播真善美的內容受到肯定 2009年12月13號 印尼亞齊大愛屋移交 分享新事物也回顧歷史 慈激一天發生的事情絕對不止三到四件 光是正一面就有60件 而且有好多頁 在這裡工作了25年 然後回顧了57年的慈激室 參與慈激的世界 我跟著我的生命 跟著慈激世界一起來成長 每一個人都跟祖父菩薩一樣 都有一個祖父顯龍的事物 歷代高僧故事拍成戲劇 也編寫成從書 用文字傳法 不只影像 平面月刊也將紙本轉化為數位資產 以文字影像等方式為社會留下美善紀錄是重要的心靈工程 傳遞正確資訊 淨化人心 引發善念 促進社會祥和無爭 大愛新聞 郭家旭台北報導 好看喔 好看喔